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综合研究所是一个借由创新试验提升公司技术及管理能力的研发单位 2019研发试验成果发表会在8月20号举行 聚焦智慧电业新趋势 除了介绍研发试验业务 说明智慧电网相关技术的研发布局 也展示出各部门的成果亮点 2019台电综合研究所研发试验成果发表会 8月20号在公管所区举行 邀请台电公司董事 主管及相关电力机构贵宾与会 期望在推动能源转型之际 借由成果发表会说明智慧电业新趋势 也作为沟通平台进行意见交流与技术经验分享 我们知道能源转型它不只是整个电源结构 它更涉及到电网跟用户结构行为的重新塑造 在再生能源分散市再生能源的发展下 中研所将积极的推动 以智慧电网为核心的相关技术研发的一个布局 那来达成研发引领公司能源转型的一个目标 当天主介绍研发试验业务 说明智慧电网相关技术的研发规划 也发表智慧调度与发电 电网管理 储能系统 需求面管理 自通讯基础建设 规章制度与人力 六大主题面向的成果展示 所以我想今天有这个成果发表会 我相信中研所就这个一年来努力的结果 希望呈现给我们所有的长官 或是相关有兴趣的同事来看 我想中研所真的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支度 一定要走到前面 别的国家贵宾来到我们公司 要展现我们公司 怎么样的一个进步程度 就是到中研所看一下就知道 中研所秀出我们一些研究成果 我相信他们就知道 我们台湾电力公司 我们在电业上的程度是真的 研发创新是公司进步的重要指标 期望身为公司智库技术支援 领导的中研所 持续以创新试验 提升电业技术及管理 也与各单位伙伴紧密合作 共同努力推动智慧电网建构 达成稳定供电 能源转型与永续经营的目标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